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讲的重点 穷跟懒不一样 对 如果家里弄干净 弄整齐 穷也不会穷太久 对 来 现在Yuki 说你有一个朋友的妈妈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对 这奇怪的梦 想说就梦就算了 但是后来这个梦 后来就发生了怪怪的事 对 因为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每个人 几乎都会做梦 可是真的梦到那种 很不安的梦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很难去理解 这个梦是不是有一个预告说 即将发生什么事 那你就会心里面会忐忑不安 对 那我这个朋友呢 因为他从小就是给阿嬷带大的 所以呢我们印象当中 都常听到说 他会讲到阿嬷啦 讲到妈妈 他很少听到他讲到什么爸爸 什么的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他爸在他小时候 还有他姐呢 就已经在一场车祸里面 就是过世了 对阿嬷我们后来才了解说 原来他爸爸跟他姐姐 那一场车祸过世 其实前面有一些些的征兆 只是呢你知道吗 人就是这样 就是你知道那个征兆是事先提醒 可是你很难去阻止这样的一个 劫难发生 那我这个朋友他妈妈就是在跟他爸爸结婚之前 那时候男女朋友在交往嘛 那交往就是偶尔会到男方家过夜 那他就说呢 他妈妈其实有那种灵异体质 对啊可是呢 在几次去男方家过夜的那个晚上呢 他都会梦到一个长头发的女生 来掐他的脖子 然后跟他讲说 你不可以嫁给谁谁谁这样 那个谁谁谁就是他爸爸 那你知道他妈妈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怎么每次来你们家过夜 就会有一个长头发的女生 来掐我脖子 说叫我不能嫁给你 可是你也知道吗 年轻人就是怎么样 越阻止就越想嫁 不信邪 对不信邪 所以呢因为他妈妈跟他爸感情 其实也还不错啦 后来真的就真的顺利就结婚 然后呢就嫁到了夫家嘛 可是呢你知道我朋友他就形容说 其实他爸爸是一个很漂白的男主人 对自己开那种就是汽车修车场 然后很漂白朋友很多 所以只要是朋友休旧有没有 就会出去喝个酒啊 聊个天啊打个牌什么的 结果呢有一天晚上 他妈妈又做梦了 他妈妈就梦到说 奇怪怎么我老公的那个汽车修车场 外面就飘过了九颗人头这样 飘过九颗人头 而且他说那种感觉梦里面你会觉得说 那个不是人头 那个就是很像就是鬼头那种感觉 就是有九颗的头 从他们家的那个汽车修车场这样飘过去 也太具象了吧 对可是你看一般人如果做这个梦 醒来会不会害怕 对啊 会害怕嘛 心里会忐忑不安啊 可是呢我朋友就跟他婆婆讲 他婆婆就说放心啦 这个叫做笼住回头啦 我这个儿子呢 真漂白 但是要笼住回头了 会顾家的啦 就意思说比较不会那么的 去外面啊 啪啪照 啪啪照或什么的 可是只有这个不安的情况 就一直放在他妈妈的心里面 就想不到说这个梦 大概梦了七天之后喔 有一天我朋友就说他爸要出门 因为又有朋友休旧 可是呢他妈妈就是因为有梦到这个梦 所以他想要阻止他老公 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出去 这一突然你不去参加不会怎么样啊 可是呢他老公就是很重朋友嘛 他就觉得说朋友很久没约了 那还是要出去一趟啦 那坚持要出去就算了 那时候呢就是我朋友他姐姐 就跟着爸爸 就吵着说要跟爸爸出门 就硬要跟爸爸出门 所以后来就是我朋友他爸爸 就带着他的这个大女儿 就一起出门了 结果他们后来你知道 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就发生车祸 而且呢那个车祸 其实也有点离奇啦 我朋友他爸就开车载他女儿嘛 然后呢在高速公路上面 就撞到前面的油罐车 所以一撞下去不就爆炸吗 然后爆炸因为又是 高速公路上面 所以就有造成后面的 那个连环车祸 所以你知道那一场的 那个车祸很严重 当场就是除了我朋友他爸 他姐姐之外 还有其他七个人 都在那一场车祸里面 就过失了 七个加两个 总共几个 九个就跟他梦里面 那个九颗头飘过去 那个数字是一模一样 所以就这件事情就是 让他妈妈其实也觉得很遗憾啦 因为第一个没办法阻止 她老公出门 第二个就是说 在嫁之前就好像有个女鬼 在掐她的脖子 一直警告她 然后之后她老公 又真的出了车祸的 这样一个意外 所以她也很难理解说 到底是 是因为那个女鬼 要把她老公抓走还是怎么样 所以到现在就还是个迷 可是至少说 她梦到那个可怕的梦境 跟她老公后来带着大女儿 然后车祸 过世的那样的一个 九个人去世的那个 巧合是 都是符合在一起 来来来来 要注意一下 问一下艾菲尔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下半年 现在已经下半年了 下半年要小心有意外之灾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座的图板 下半年要小心意外之灾的星座 那么请观众朋友参考一下 你的太阳星座 还有上升星座 那么在这个图板里面 它是一个预先的提醒跟叮咛 那么如果有上榜的粉丝朋友 或观众朋友 你就要注意一下 你在下半年要避免这些事情 也许能够度过这个劫难 也不一定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上榜的 太阳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落在射手座的朋友 那我们现场来宾 有我们的高警官 太阳跟上升星座 都是射手座 那么射手座在下半年 要小心哪一些的意外之灾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会有一些莫名的感染 或者是说意外生病的现象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仍然是疫情 比较重的这个时刻 那么大家如果说平常上班 或者是说居家团聚 仍然要注意这个健康方面的这个风险 那么在下半年的射手座的朋友 他比较会是有一些身体发烧 或者是说意外感染到一些这种流行性疾病的问题 那么这个现象呢 必须要特别的注意 如果是说过去你身体上面有一些顾及 或者说身体上面有一些发炎现象的话 仍然是要在下半年 做一个持续的追踪 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健康宝宝的话 那么下半年就建议你 仍然是政府有规定的一些 人潮容易聚集的地方 或者是说去一些户外的餐厅或用餐 或者是到一些游乐场所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有一些群聚的现象 免得莫名的感染或者是意外的生病 这给政府做朋友做提醒 再来看第二名的朋友 下半年要注意的意外之灾 是太阳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狮子座的朋友 那么狮子座的朋友要注意下半年的 哪一些的意外风险呢 它是属于季高跟怕水 要注意雪光之灾 那么整体来讲 就是说我们在下半年的期间 现在呢大家是三级变二级 很多人都想出去旅行 那么现在又是夏天的这个尾巴 秋天的这个前面 那么大家在这个时间很想要去爬山 或者是说想要去水边玩水 那么在这个时间呢 对狮子座朋友 他是属于季高怕水 就是说建议山上不要去 水边不要去 水边当然是会有一些这种意外 海边或者是西边 或者是说突然的强降雨 都会造成一些可能的一些损害 那么对狮子座朋友 那么高的地方就是说你去爬山 比如说你说你爬山不要去 但是在居家 如果说你要换灯抛 这样的一个爬高的行为 你也要小心 因为它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跌倒 或造成扭伤手脚的意外风险 这个部分是提醒我们狮子座朋友 再来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跟上升星座 这最要小心的 是摩羯座的朋友 摩羯座很小心的人 是已经很小心的 但是还是要注意 别人造成你的意外风险 他是行车要注意 要注意车官的问题 因为摩羯座在下半年 他会有一些伤到手脚的问题 那么对摩羯座的朋友来讲 伤到手脚最有可能 就是一些行车的问题 比如说你自己很小心 你走路也走斑马线 但是没有办法阻止 别人的一些这种 风险性的这个 开车或者是说危险的驾驶 所以提醒摩羯座的朋友 你就是早晚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出门 尤其在农历七月期间 尽量还是安全为主 那么有上榜的朋友 狮子座摩羯座下半年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谢谢老师的提醒